大家好 我是Aulet 很早以前呢 就想做一款烟花软件 可以在电脑屏幕上的播放烟花 那么我花了半天时间呢 终于把它完成了 之前也拖了很久 那么这个烟花软件呢 我用Python 酷呢 用PyGames0 这个酷的封装得非常好 它是在PyGames纪录上 再进行封装 那么它的一个循环框架已经做好了 只要在那头上写个import 这个酷 你在结尾呢 写PGZRUN GO就行了 那中间呢 它循环的这种磁线的 那你只要做一些 初始工作和循环工作就可以了 这个烟花呢还是不错的 那么我们可以运行一下 先看一下效果吧 好 这是我的程序 它也是用些 好 这已经出来了 下方呢是点烟花的 送到天上去 上方是绽开的 这个烟花 来接背景音乐 所以 大家稍微再看一下 也花了半斤时间了 终于实现了 之前呢我 想着呢 烟花在上方爆开的时候 应该是不是一个圆形的 应该是四上海的 应该是统原则的 但是我用一些物理 法则呢 算出来以后 硬算 通硬算 实行过来以后 发现 的确如此 它的确是一个圆形的 炸开以后 那么我这里呢 使用那些 物理的速度 加速度 等等 它的轨迹 描会出来 在中间爆开的时候 我还是设置了 它有个中间爆开的时候 一个出速度 然后往四个方向 用了横坐标分量 和重坐标分量 以及有个重力加速度 都算在里面了 它的确炸开以后 是个圆形的 这也很有意思 刚才我还以为错了呢 后来检查了过来 是正确的 那么这个程序呢 还好吧 我多少行呢 我写的比较啰嗦的点 可能是 写的比较多了 一百多行 那么前面呢 就是说设置一些 天花的一个子弹 还有炸开的一个效果 基本上分两步 第一步 从下方伸上去 第二步呢 在中间炸开 炸开以后呢 它 我给它设置了大概一个速度 在一个随机的一个范围内 它就炸开 炸开以后呢 每一个小分 小颗粒 那么又是一个对象 它这也是这个 分散 分散运动 好 这里呢就是我的一个程序 大家看一下 中间是update update就是更新 更新以后就是说 它把新的一些变量 新的一帧 新的这个运动轨迹描述出来 Jall就是进行绘画 把它画在屏幕上 前面做一些初始画的 初始画的 下方呢就是 好 一些运算过程 最后呢就是画出来 整个程序呢 还是比较直观的吧 那么看一下它的目录吧 它的目录它很不错 这个pigame0呢 它这种规划好目录 有三个目录 直目录 本身这个目录呢 主目录呢就是主文件 下方呢有一个image 就是图片 你的图片呢 图片对象都可以放在这 每个图片掉进来都可以生成一个对象 然后这个对象可以进行控制 还有一个目录呢 Munic这背景音乐 背景音乐 你设置好背景音乐 刚才播放运行的时候 我们也听到了 另外一个就是一个声音文件 好 我就设置了一个声音 就是从下方发射的时候 有个声音 好 这就是整个的一个程序 终于最后实现了 好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